我在辦公室開箱試電視 經常說香港的家庭寸金尺圖 究竟一間小屋內放大電視的效果行不行呢 我今天會去探望一個朋友 她是新居入伙 我們儘管上去看看 如果在她的家庭放大電視的效果是怎樣 Hi Rebecca 恭喜你新居入伙 這裡裝修得很漂亮 有個很漂亮的外景 對了 知道你對電視最講究 真心想知道如果我在這裡放一部70吋大電視 不知道是否可以呢 其實根據電視機廠方和很多影音專家的意見 電視機的畫面其實就是你的對角寸 乘1.5至1.7倍就是你最好的視角距離 其實幾多米距離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想看電視 又在戲院看大螢幕的感覺 當然是一部大一點寸數的電視機 如果你買小了 將來你覺得小的時候想換電視機 你就會後悔了 其實你這個廳如果我拿八尺寸一寸 大概都有2.6米長 其實距離就相當足夠了 我覺得你買一部大電視機 才配得起這個這麼漂亮的裝修 大電視機有這麼多款 你有沒有好推介 最近我也有另外一位朋友 他剛剛搬了屋 他也買了一部LG OLED 4K電視機 這部是77吋 其實你放進去都聽到 都不會覺得很大 你看看 這部LG OLED C1 4K 77吋 用的屏幕是OLED自發光科技 每個像素可以獨自控制發光 沒有光的位置做到真正的唇黑 畫面乾淨了 立體感更加突出 還有他的低藍光認證 最適合就是晚上用來看波容 如果喜歡看電影 Netflix、DickSleepers 就更加不少了 這部OLED電視 有齊了串流皮台用的APP之餘 就更加可以用到Dolby Vision 影像和Dolby Atmos的全景聲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Film Maker Mode的影像設定 可以根據電影原來的色彩真實呈現 完全是把整個頂級影院搬回家 適合他們吃著炮谷和老婆一起看電影 還有啊 我這個朋友 當他是電競電視般用的 他打機有齊4個HDMI 2.1 插頭 可以兌現到4K 120Hz 有齊ALLM和VRR的遊戲模式 如果搬電腦的話 他還可以支援G-Sync 和AMD V-Sync Premium的認證 接搬PS5或者Xbox Series X 就可以用到最新的打機效果了 整班朋友一起玩Party Camp 不知幾開心啊 當然他還貪這部電視的設計 又漂亮又薄 薄的那部電話邊 你看看 聽你這樣說 OLED也很棒 但跟這部有什麼不同呢 我就覺得這部電視 比較配合你家的家居設計 同樣是大的Size 這部屏幕技術 就是用了LG QNED Mini LED的屏幕 它擁有8K畫質 背光技術可以說是LCD電視的 新時代曙光來的 它是採用了Mini LED背光技術 記得啊 要選擇有亮子點Nano Cell 才可以令到整個畫面顏色更加豐富 因為Nano Cell 納米純色技術 是可以提升到顏色的純度 不會因為背光的強度影響 而令到顏色變得假了 你剛才說到8K 但現在沒有什麼8K片 那需不需要買一部8K電視啊 你看我先說 很多人都以為要有8K片 才可以看8K電視 其實就不一定的 8K電視看4K片都可以很漂亮的 今年LG 8K電視 是用了Alpha 9 Gen4 AI Processor 8K處理器 可以提升4K內容的細節和清晰度 昇華城迫增的8K畫面 聲音部分也有AI Sound Pro 圖像和音效都會自動調整 簡單來說 就是自動把畫面質素提升 看得更加鮮明細緻 就算近看也不會覺得畫面鬆散 它同樣都支援頂級影院的Dolby Vision Dolby Atmos 和 Film Maker Mode 在家裡有個私人影院 真是開心有個人 話說實話 你這裏這麼大 除了這部75之外 還有一部86吋 那我就選了這部75吋 那我叫我哥哥新屋的時候 先選一部86吋 兩部機構的好處 不過要介紹一下這件事 這兩部電視都會用Magic Remote 你看看它好像用動作來操作 好像用無線Mouse 在控制上 便會比較配合智能電視的控制 便會方便很多 說實話 兩部電視都是我心頭號 看電視、看片 當然是選一部頂級 買電視最重要是看你的預算 以及你對電視的色彩取向的喜好 當然選一部電視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困難